大家好,这里是小倩讲故事 樊昌县有一个叫张小婉的姑娘,打小就乖巧懂事善良,非常喜欢小动物 十年二十,却还未嫁人,并不是她长得丑没人样,而是为了帮家里还债 早些年,张小婉的父亲借钱做买卖,最后却是赔了个金光,欠了一屁股债 张小婉在女工方面颇有天赋,练得一手超凡的刺绣技艺 为了帮家里还债,她没日没夜的绣绣品,让父亲拿去卖 在她的努力下,张家的债务一点点还清了,但她也熬成了一个老姑娘 古时候,女子大多十六岁出嫁,二十岁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圣女了 既然债务还清了,张妇不敢再当个女儿的婚事,就托了个媒婆给女儿寻一门亲事 一个多月过去,媒婆那里一点消息都没有 张妇着急,便请媒婆过来询问 媒婆一脸苦涩,说道 你家闺女这事,我实在无能为了 我找了好几户人家,可人家一听说你女儿的年龄,就纷纷摇头 说你女儿长这么大还没嫁出去,肯定是有问题的 不是长得丑,就是脾气不好,或者得性有亏 张妇一听就急了,微怒道 她们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女儿善良懂事 且生得肤白貌美,她们怎么能这么说我女儿 媒婆让张妇先喝口茶消消气,然后叹道 哎,你女儿年纪确实是大了些 她们自然胡乱猜测 如果她们见过你女儿,肯定不会这样 只是礼法上,哎 古时候,未出阁的女子,一般都不会抛头露面 很多都是成亲那天才知道妻子长啥样 对此,张妇也是无奈,只得塞了几个铜板给媒婆 请对方帮忙多讲些好话 我尽力而为吧 媒婆说完,就告辞离开了 只剩张妇在那垂头顿足 她非常愧疚,若不是自己生意失败 连累了女儿,女儿早就嫁人了 又怎会弄成现在这样 如今她也不知如何办才好 张小婉走了进来 见父亲这副模样 开口安慰道 父亲,不必为女儿的婚事担心 你看女儿长得又不差 女工做得也好 怎么会嫁不出去呢 估计啊,是月老喝多了 忘了帮我牵红线 等明天我去月老庙烧炷香 提醒提醒月老她老人家 说不定后天就有人来家里提亲了 她刚刚在门外 听到了父亲跟媒婆的对话 其实心里也很是担心 担心自己嫁不出去 做一辈子老姑娘 但见父亲满脸的内疚 便压下自己的忧愁 振奋起精神开导父亲 被女儿这么一开导 张府的心情好了大半 望着女儿说道 你呀,就知道安慰爹 爹知道你懂事 要不你明天就去月老庙上炷香吧 一听这话 张小婉的脸顿时露出一抹苦涩 她刚刚就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父亲还当真了 见父亲满脸的期待 为自己的婚事操碎了心 她便答应了 这天 张小婉戴着面纱 拎着个篮子 缓缓来到了月老庙 她先来到大殿 恭恭敬敬地给月老上了炷香 同时在心里恳求月老赐予姻缘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真的显灵了 张小婉刚出大殿 看到一个五六岁的调皮志同 竟然跑去还在施工的房子里玩耍 这多么危险呀 屋顶上正有你瓦匠给房子上瓦 要是瓦片掉下来 可不是开玩笑的 她三步并坐两步跑过去 欲把志同拉出来 刚到志同身边 就见屋顶上掉下几片瓦 正砸向志同 张小婉没有多想 上前弯腰用身体护住志同 她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瞬间 耳边传来砰砰几声响 但她后背并没有痛感传来 她惊疑地睁开了双眸 看到地上有一个高大的影子 缓缓转身 见一个高大的男子 用其伟岸的身躯 护住了她与志同 掉下来的瓦片 都砸在了男子结实的后背 张小婉关心地问道 这位大哥 你没受伤吧 男子摇摇头 露出憨厚的笑容 说道 没事 我一个泥瓦酱皮糙肉厚 被砸几片瓦不算什么 你赶紧带你家的娃离开吧 这里危险 别再让娃娃到这里来了 文言 张小婉翘脸一红 赶紧解释道 大哥别误会 这娃不是奴家的 奴家还没成亲呢 说完 拉着志同离开 只剩男子站在那一脸的尴尬 盯着张小婉渐渐离开的背影出身 公头包大虎走了过来 拍了拍男子的肩膀 说道 小七呀 是不是看上人家姑娘了 那姑娘不错 很善良 要不要舅舅帮你打听打听 看看是谁家的姑娘 好让你去提亲 你也老大不小了 是时候该成亲了 刘小七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 响声说道 那有劳舅舅了 包大虎在十里八乡颇有人脉 花了小半天功夫 就打听出来了 当晚就去告诉了妹妹和妹夫 夫妻俩连夜准备聘礼 让刘小七明天赶紧去提亲 说这么善良的姑娘可别错过了 第二天 张富一起床便听到喜鹊叉叉叫 上午就见刘小七来提亲 心情甚好 又见刘小七长得高大健说 是个尼瓦匠有一技之长 甚为满意 当即就同意了这门婚事 半个月后 张小婉与刘小七就成亲了 张小婉见新郎 是曾经用后背护住自己的男子 很是很开心 刘小七是个憨厚的人 对小婉喝护背质 婚后 夫妻二人恩爱有家 刘小七每天出去干活挣钱养家 小婉在家操持家务 照顾公婆 还做些绣品贴补家用 第二年两人就有了个大胖小子 生活幸福美满 这天 刘小七感染了风寒 卧床不起 不能去干活 小婉独自一人去镇上请郎中 她嫁进刘家后 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很少出门 这一次是第一次来镇上 几番跟人打听 才找到一个郎中 小婉简略说了刘小七的情况 请郎中去家里给刘小七看病 感染了风寒可大可小 郎中不敢耽搁 急忙跟着小婉离开 两人匆匆走过一条街道 正巧被坐在茶楼里的一个男子看见 男子坐在窗边 一身锦衣滑服 生得肥头大耳 见到街上匆匆走过的小婉 眼睛一亮 嘴角露出一抹银像 她拿起扇子 敲了一下身边跟班的头 然后指着小婉的方向 吩咐道 二毛 跟着那位小娘子 看看她住呢 二毛立马点头哈腰答应 小跑着跟了上去 过了一炷香时间 二毛小跑着回到茶楼 禀报道 少爷 小人已经查到那位女子的住处了 还打听了女子的一些情况 女子叫张小婉 已经嫁人了 丈夫叫刘小七 是个泥瓦匠 夫妻感情甚好 肥脸男子点点 问道 他娘家的情况呢 你可有打听 二毛一脸谄媚地说道 小人打听过了 是个生意失败的小商人 如今靠耕作吉姆地为生 听罢 肥脸男子拍了拍手中的折扇 喃喃自语 只不过是无权无视的平头小老百姓 那就容易办了 夫妻感情深厚吗 哼哼 他招了招手 二毛立马心领神会 将耳朵凑了过去 肥脸男子低语了一番 二毛听后脸色凝重 问道 少爷 这个恐怕不妥吧 那可是杀头的大罪呀 肥脸男子脸一板 说道 你怕什么 只要事情办得隐秘一点 谁会发现 再说了 我爹是圆外 姐夫是县城 有权有势 就算真被人发现了 那也能大事化了 想事化无 说完 抛出了一袋银子 抛给了跟班二毛 吩咐道 赶紧去办吧 事成之后 本少爷重重有赏 二毛一听 两眼放光 拿了钱就离开了 刘小七吃了狼中开的药后 身体渐渐恢复了健康 这天 刘小七吃了小碗做的早饭 精神头十足 就拿起了工具 外出干活 临行前 小碗叮嘱道 当家的 你的病刚好 干活当心些 别太累着了 刘小七笑道 你就放心吧 休息了几天 我现在浑身是近 就算遇到老虎 都能一拳把老虎打死 小碗见丈夫这么说 也就放下了心 便转身回家干家务 晌午时分 几个与刘小七 一起去干活的伙伴 将刘小七抬了回来 小碗见丈夫 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 还满身是血 又见众人满脸的悲伤之色 心里咯噔一下 一种不好的感觉涌上心头 他急忙跑了过去 蹲下身 用力摇了摇小七 急切地喊道 当家的 你快醒醒 醒醒啊 见刘小七没有反应 他冲围手的男子大喊道 柱子哥 我当家的受伤了 你不抬他去郎中那智商 抬回家里干嘛 快抬我当家的去郎中那里啊 见几人低着头一动不动 小碗大怒道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几人看了看 为首的柱子 显一他把事情说出来 柱子知道 这事也只能自己说了 开口说道 弟妹呀 请节哀顺便 小七他已经走了 小碗是色道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柱子满脸悲伤道 小七他今天上房盖瓦石 不小心从房顶掉了下来 等我们把他送到郎中那时 已经没气了 哎 柱小七去世 对刘家人打击很大 刘母整日以泪洗脸 刘否则借酒消心中的痛 一家人生活的重担 落在了小碗一个人身上 她白天强撑着身体干活 晚上一个人偷偷抹眼泪 一天 一个叫李爸的副嫂 带着她的跟班二毛来到刘家 说要那小碗当小妾 小碗虽然没怎么去外面 但也听左林右舍讲过这个李爸的事迹 仗着父亲的事 还有姐夫的权 横行相礼 是个胡作非为的恶霸 况且他心里只有小七 绝不会改嫁 所以当场就拒绝了 李爸劝说道 张小娘子 你丈夫去世了 你一个人操持这个家不容易 只要你答应当我的第二十八房小妾 本少爷会给你一笔钱 让你安顿这一家老小 这样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跟本少爷回去吃香的喝辣的 小碗不为所动 说道 我这辈子都不会改嫁 也不会稀罕你的臭钱 请你们赶紧离开我家 李爸以为对方没了丈夫 一个柔弱女子还不是任他拿捏 只要自己抛出橄榄枝 对方肯定会乖乖爬上来 没想到对方那么强 竟然还瞧不起他 李爸顿时怒道 很好 很好 真是给脸不要脸 以后就算想当我的小妾 我还不要了呢 说完 眼睛露出一抹恶毒之色 然后徜徉离去 邻居马大神走了进来 一脸担忧地说道 小碗哪 你以后要当心一点 这里家人呀都心胸狭窄 牙字必报 仗势欺人 没一个好人 小碗说道 多谢大神提醒 我会当心的 反正我平日里就在家里刺绣 他总不会上门来抢抢名女吧 他姐夫虽然是县城 但县城上面还有县令呢 马大神文言 叹息一声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 总之你以后小心一些吧 一个月过去 小碗并未见李爸有什么动作 悬着的心就渐渐放下 这天 小碗听一个卖货狼说自己的父亲生病了 他跟公公婆婆说了声 便独自一人急急赶回去探望 小碗这一去 迟迟未见回来 小孙子哭着喊着要找母亲 刘老汉也着急 他知道儿媳妇是个懂事有份寸的人 这么晚了都没见回来 便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叮嘱老伴勤势照顾好孙子 就找了几个村里的年轻人 拿着灯笼去找儿媳妇小碗 几人一路走到了张家 张妇说自己并没有生病 也未见到女儿小碗回来 刘老汉一听 觉得事情可能不妙 将心里的担忧告诉了张妇 两拨人扩大了搜索范围 清晨时分 在一个小树林找到了小碗的尸体 刘老汉与张妇心中悲痛 当场就晕了过去 经过官府的人查证 得出的结果是 小碗是被人玷污后 残忍杀害的 而嫌疑最大的就是那个卖货狼 他故意散播小碗父亲生病的假消息 引诱小碗回娘家探亲 他好中途下手 儿子儿媳相继离世 秦氏经受不了 病倒了 刘老汉一个人 既要照顾老伴 又要照顾小孙子 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好在有包大虎接济 日子才能勉强维持 转眼半年过去 官府还是没有抓到那个卖货狼 这个案子差不多就是不了了之了 一天 一个长得十分秀丽的女子 来到了小碗的坟墓前 喃喃自语 恩人 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还没有报答你的大恩呢 女子拜了三拜 又开口说道 恩人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家人的 女子竟直来到了刘家 说自己是小碗的义妹 叫小花略懂医术 特来给秦氏看病 刘老汉疑惑问道 小花姑娘 我怎么没听小碗提起过你呢 小花说道 小碗姐曾经帮助过我 所以我任她当一姐 刘老爹 你也应该清楚小碗姐的为人 她从来都是施恩不忘报的 我们已有几年未见了 所以她没提到我 也就不奇怪了 刘老汉文言 也觉得有道理 小碗确实是这样的人 再说如今 家里穷得连耗子都懒得光顾 对方没有必要骗自己 便热情地将小花请进屋 小花来到房间 看了看秦氏 对刘老汉说道 我治病的方法有些特殊 请您到外面等候 刘老汉听罢 便走了出去 她在外面 看到房间里闪了几下亮光 没过多久 就见小花扶着秦氏走了出来 她惊喜地道 老婆子 你能下地走路了呀 自从秦氏病倒 就一直卧床不起 找了七八个郎中看 都没有一点起色 如今小花几下就治好了 令刘老汉十分惊讶 自此 小花就在刘家住了下来 她见刘家人的日子过得清苦 每天靠两碗米粥 加点咸菜强撑着 勉强能不被饿死 小花是来报恩的 哪能看着他们过这样的日子 就说自己有些钱 要到镇上买些凉油米粥回来 刘老汉见小花长得十分秀丽 她想起了儿媳妇小婉 因为一个人外出被害 所以她要跟着去 也好保护小花 小花刚来对镇上不熟悉 见刘老汉要跟来 也就答应了 两人出了村口 就朝镇上赶去 两人走到半路 远远看见迎面走来五六个人 为首之人身着锦衣华服 肥头大耳格外显眼 正是那恶霸李霸 刘老汉一见这人 轻轻扯了扯小花的衣服 焦急地说道 小花 前面那人是个恶霸 咱们赶紧进旁边的林子 躲一躲吧 小花听霸 不想多事 转身跟刘老汉 小跑着钻进林子 可是他们一动 反倒是引起了 李霸等人的注意 这些人追着进了林子 刘老汉毕竟年纪大了 小花又是个柔弱的女子 很快就被李霸等人围住了 李霸见小花貌美 眼睛顿时就亮了 脸上露出了贪婪之色 她上前两步 色眯眯地看着小花 赞道 小娘子长得真俊 只要肯跟本少爷 本少爷让你吃香得喝辣的 小花最是厌恶这种登徒子 回道 本姑娘就算吃糠燕菜 也不会跟你这肥头大耳的猪 李霸一听 怒了 说道 你竟敢骂本少爷 来人呀 快捉住他 本少爷要撕了他的衣服 几个狗腿子立马上前 欲要捉住小花 刘老汉赶紧上前阻拦 恳求道 李少爷 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一般计较 行行好 放了我们吧 李霸这才注意到刘老汉 认出是张小婉的公公 上前一巴掌打倒刘老汉 怒道 怎么又是你这个老东西 你家的女人 怎么一个比一个不实抬举 小花见刘老汉被打倒 蹲下身关心地问道 刘老爹 你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刘老汉摇了摇头 小生说道 小花 你快跑 别管我了 李霸冷笑道 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老头 不怕告诉你 你儿子跟儿媳 都是本少爷害的 是本少爷派人 在你儿子的午饭里下了药 他才从屋顶摔下来的 也是本少爷指使卖货廊 散播假消息 引张小婉去探亲 然后在半路捉他进了林子 只要是本少爷看中的东西 从来都逃不脱 本少爷的手掌心 这个叫小花的姑娘 今天本少爷要定了 哈哈 文言 刘老汉怒目圆征 师生道 原来是你这个畜生 害了的儿子儿媳 小花双目露出寒芒 冷冷地道 原来是你害了我的恩人 我要你偿命 只见小花突然抱起 几下将李爸的五个狗腿子 全部打倒在地 他一步一步逼近李爸 李爸顿时就慌了 后退了两步 颤声道 你别乱来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爹是李源外李刚 姐夫是县城赵刚 我要是少了一根汗毛 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武功再高 一个人能打得过百人千人吗 小花冷笑一声 露出了真实身份 变成了一条大花蛇 冲李爸吐着信子 李爸吓得双腿直哆嗦 扑通跪了下来 祈求道 蛇妖 不 蛇仙大人 求求你放了我吧 小花冰冷地道 你刚刚不是还很拽吗 不是说你爸是李刚 你姐夫是赵刚吗 怎么这么快就求饶了 你叫他们过来啊 过来啊 李爸被吓得冷汗连连 磕头如捣蒜 祈求道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蛇仙大人当面 求求你放了我吧 金银财宝 你要多少都可以 小花冷哼道 谁要你的臭钱 你今天必死 张小婉一家 原本过着幸福的生活 却被你残忍地摧毁了 受死吧 李爸一听 立马吓尿了 祈求道 蛇仙大人 饶命呀 小花冷冷地道 自古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做了错事 必然要接受惩罚 你平日作恶多端 还害了两条人命 不处你 冤魂何安 不处你 天理何在 下辈子做个好人吧 说完 一口下去 结果了李爸 小花变化回了人形 走过去欲扶起刘老汉 刘老汉却连连后退 一扶惊恐的模样 刘老爹 你别害怕 我是来报恩的 不是来害你的 小花将张小婉 就自己的事情 说了出来 原来三年前 小花肚结失败 受了严重的伤 是路过的小婉 见她可怜救下了她 前些天 小花终于肚结成功 能够幻化成人 便来报曾经的救命之恩 刘老汉明白真相后 也就不害怕 在小花的搀扶下 两人回到了家 之后 小花搜集了 里原外赵献成的罪证 悄悄放到了 钦差大人的案头 钦差大人一一查证后 将两人绳之以法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而小花留下来 照顾刘家人 有了小花的帮助 刘家人的生活 渐渐好了起来 直到小婉的儿子 长大成人 两位老人离世 小花才回到深山修炼 本期故事结束了 喜欢小倩的故事 就点个订阅吧 我们下期再见 小花搜集